欢迎身边的好故事 我是明侦探拳的 2019年那些走下神坛的大佬们 让我看懂了一句话 众生皆苦 唯有自动 去年有三位人物都遭到了花铁路 他们都收到了一张消费令 变成了老赖 第一个是小房车的创始人戴威 北大硕是天知骄子啊 2018年胡润百富网 戴威以财富30亿排名90后第二位 第一位是他 是他 他这个善家 可是完成了王健林说的30个小目标 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 我先 正在一个一 但如今小黄车彻底凉凉 去年年底戴威还得到了限制消费力 我的小黄车押金 至今也取不出来了 想当年小黄车是投资圈的 四个月里小黄车就完成了四轮投资 A加轮1100万元 B轮1200万元 B加轮数千万美元 C轮1.3亿美颗 可见小黄车当年的吸金能力有多强了 当然别人的成功是不可复制 但是失败却是可以学习的 在小黄车还是机械索 冬天的时候 你需要摘下手套去拧那B5的锁 当你拧开后 有可能还会惊喜的发现 它已经坏了 膜拜单车已经开始用GPS和电子锁了 失败用红包车利用金额不高的红包 吸引客户把较远的车骑到客流量密集的地方 省去了大量人工夜间回收车的成本 说到越来越多的共享单车 小黄车的投资人朱孝虎 就觉得自行车铺的越多越好 但今天看来他错了 小黄车铺天盖地的同时 坏车率也很高 所以这儿来的就是用户体验差 朱孝虎显然知道自己错了 在公司破产前 股权变现 套现30亿美元 走了 最后留下独自奋战的戴威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他成为了老赖 在20亿的欠款面前 他发声说 不逃避 勇敢地活呀 所以我们欠下了每一分钱 负责 为每一个支持过我们的用户负责 所以我的小黄车铺金 什么时候还给我 第二个 罗永浩 中学学历的他在新东方任职 英语老师期间 因为幽默独特的讲课方式 被学生偷露 传到网上而意外走红 故障的高老教师慷慨沉沉 指着我的鼻梁就在他说 说我你太什么牛了 说 本来能靠说脱口秀 做英语老师 走上人生巅峰的罗网 却偏偏跟自己死磕 做了锤子手机 初期的锤子 新机发布四个月后 才解决了产能的问题 但新机的观众多了 就是两三个月 所以改良的机子出来后 热度也就过去了 手机卖不出去 所以老罗只能降价销售 其二是他进入手机市场的时候 这个产业已经开始了淘汰赛 其三是 性价比低 三千多块 买华为他不香吗 最后再加上罗永浩的大嘴巴 不断挑战媒体 把同行都骂了一圈 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他 还说了一些与大众价值观不相符的话 四面树敌的结果就是 让锤子的负面新闻报道特别多 只要出了一点小事情 很多媒体都会一起去冷嘲热讽他 别这样 别这样 最后如广大键盘下所愿 19年10月31号 他离开了自己的公司 离开的同时 他做了小野电子烟 还请了冠西哥来代言 本以为小野这匹黑马 能让罗永浩翻身 在正向电子烟市场被全面整盖 罗永浩宣布 小野电子烟开售的20分钟后 电子烟网售禁定发布 让罗永浩翻身失败 一连串的失败 快让他19年得到了限制消费令 成为了老赖 不过广大网友们都认为 如果他去说相声 千早还满了 好那倒是 2019年的10月份 跟对方交朋友 从来不看对方有没有钱 反正都没有他有钱的 王思聪王校长 竟然也成了老赖 限制了消费 跟罗永浩大概就是前后讲的事情 不过家境殷实的王老板 很快就解除了第一条消费限制令 但所有没几天 他身上又多了几条消费限制令 但子聪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新的消费令到来前 他就去了日本吃了拉面 不过现在他早回来了 不仅挨个还钱 还通过他的所有投资人 以欠业的20亿自己还 霸气 不过他怎么跟戴威一样都欠了20亿呢 还有为啥投资人的钱还要还 按理来说投资应该共同承担风险 不过王校长要还投资人的钱是因为 他曾在融资中签下了对付协议 对股东们承诺 一定期限内公司上市 上市失败就归还投资人的钱 结果大家都知道 公司破产 于是广大网友们又编了一个段子 老公长老公短 老公备查你不管 老公恢复你就喊 不混 王思聪 罗永浩 戴威 这些曾经璀璨的创业之心 无疑是我们很多人的偶像 我们都觉得人生到他们这样 有钱有名人生就圆满 但事实上有钱人的快乐 咱也不知道 有钱人的困苦 咱更不知道 毕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无论什么地位拥有多少财富 走出困境只能靠自己 众生皆苦 唯有自渡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